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11月2日 狼队攀胜爱华顿 星期二凌晨 英超上演独角戏 狼队将座阵主场 迎接爱华顿的挑战 爱华顿近期遭遇两连败打击 球队后防线漏洞百出 今轮挑战已经保持连续五场各项赛事不败的狼队 爱华顿必败无疑 度过赛季初的帝局 狼队状态正在度复甦 过去四轮英超 他们录得三胜一和保持不败 上轮挑战列斯联 前锋王喜燦曾为狼队拿到梦幻开局 喜了对手在林园场前 获得一个十二码的机会 最终攤平比分 狼队即将到手的三分变成一分 全队上下满幅怨气 今次回思主场 他们必定要赢波涉粉 最近三轮联赛 前锋王喜燦攻入三个球 成为狼队的头号射手 他是继热刺球星孙兴文之后 又一位在英超大红大指的南韩球星 10月份的首场联赛 狼队就获得新赛季首个英超主场胜账 他们一掃之前在摩连纳斯球场的连败阴霾 今次迎战连败之师爱华顿 狼队一定会笑到最后 在阵容方面 前锋柏道 尼图 同中场野神 莫斯基拉等人 因伤无法上阵 爱华顿目前积分 同狼队相差无几 不过前者今季表现 同狼队截然相反 他们前四轮英超绿得三胜一和 可惜由9月下旬开始 球队状态极为不稳 已经在五轮联赛中输了三场 而且对手包括亚士东维拉 同屈福特这样实力偏弱的队伍 尤其是上轮 同屈福特之战 爱华顿两度比分领先 最终惨租逆转 球门被对手攻破五次 相当打击士气 加上爱华顿联赛至今作客只赢过一场 而且他们最近三次走访 摩连纳斯球场的的战绩 只有姓和富各一场 并没有优势 爱华顿今次完全没有希望得分 在阵容方面 前锋多米尼 卡华特利云 同中场艾杜拉耶 杜戈尼恩相无法出战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请不吝点赛